跟着您看世界探索全球大小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玲玲小湯圓 您多久会买一次衣服呢 衣柜里是不是也有很多衣服 已经很久都没有穿过了 全球快时尚几乎周周会推出新品 但是这些便宜品质差的衣服 被舍弃之后有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并且制造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大量的碳排 恐怕都会加速全球暖化 在时装周我们常常看到有模特 他们是穿着最精美的衣服 在伸展台上面会开启新一季的潮流 民众仿佛就被一股力量推着 不断的去消费 坚持要走在时尚的尖端 因此服饰品牌也不断的推出新品 根据Business Insider Zara每年就会推出2万种的新款式 中国大陆品牌SHIN更夸张 每天都会有6000种的新款上架 那购买好看又便宜的衣服 的确能够满足消费者一时的欲望 但是当这个热潮过了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丢弃这些衣服 厂商每年会生产1000亿件的服装 有85%最后都会被焚化 进而引起资源消耗 海洋与空气污染等问题 那这让纺织废弃物也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议题 根据时尚永续发展非盈利组织 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全球只有12%的废弃物被回收 被回收再利用成新衣服的废弃衣物 甚至更少就只有1% 那大多数被用作隔热材料 或者是床垫填充物等等低价值的物品 每年就有超过4600亿美元的损失 因此欧美国家开始立法要规范这些快时尚品牌 使用环保原料也希望进一步的杜绝 成衣厂的血汗环境 有时尚之都称号的法国更是因为快时尚崛起 大量品牌面临倒闭的危机 纺织服装业成为法国第三大亏损的产业 亏损的这个额度呢是超过了120亿欧元 根据法国国民议会报告的统计 在过去的20年间服饰的平均价格降低了30% 而购买量是增加了足足一倍 但是服饰被使用的时间却只有20年前的一半 因此法国政府就决定要采取行动 要立法来限制快时尚业者不能够打广告 还寄出了罚款 从制度面要来降低快时尚这种过度生产 还有过度消费带来的环境和产业的冲击 那法国停止快时尚组织也呼吁法国的公民 每一年购买的新款时装不要超过5件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一下就购买了50件 至于欧盟则是制定了一项法律 要求Zara或者是H&M等等快时尚的品牌 在2030年前产品必须要使用一定比例的环保纤维 并且禁止丢弃未出售的商品 另外也有企业他们就嗅到了商机 决定要将这些丢弃义务回收好好的重新利用 我认为继续改造会帮助整个计划 但我说的这些必须要在整个环境的环境 所以这不仅仅是继续改造 你必须要从清洗几细细细细细 然后所有材质的材料都会再次用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部分 我认为世界上 我认为中国也有强烈的焦点 如何更好使用材料 来看到中国浙江省这一家工厂 就是纺织品再利用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温州天城纺织公司 回收工作的一部分 那这一家公司 他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棉花回收工厂之一 不过对他们来说挑战也很多 因为中国大陆禁止使用旧衣服回收的棉花 来制成新的衣服 所以这一条规定 他最初是为了要取缔那些回收肮脏啊 或者是其他受污染材料的不法业者 但是现在这个就意味着温州天城工厂 他们用旧衣服去生产的紧密编织的神状棉纱 只能够出口销往欧洲 更糟的是中国大陆有许多的消费者 不愿意去购买这些回收再制的衣服 不过在年轻人中永续意识逐渐的增强 也促成了新兴翻新服装企业的出现 像是在造一银行的创办人张娜 他就专门贩售一些用塑胶瓶啊 鱼网还有面粉袋等等材料制成的衣服 包包和其他配件 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是消费主义 我觉得过度的消费主义 其实是会蚕食人的心灵的 而现在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可以慢慢的让这个有一些改变 我们不是反对消费 我们是反对浪费 对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循环再造的方式 让一切可以变得可循环可重生 那么是鼓励大家消费的 但是消费的背后其实代表着你的价值观 你的意识形态 那其实特别希望把这个部分带给中国 再造一银行成立于2010年 旨在让旧物焕发新生 那里头所贩卖的物品 其实上面它都有QR Code 会显示它们的成分制作的方法和材料的来源 张纳也借鉴了历史悠久的生产方法 例如用凤梨叶制成的纺织纤维 这是一种起源于菲律宾的百年传统 回收就医再制成新产品非常的环保 也符合永续的概念 但是问题是再生服装的价格比快时尚品牌还要高的很多 所以许多消费者他们根本也买不下去 因此特拉华大学的时尚与服饰研究教授卢胜 他就说如果要真正的去改变 需要来自政府的明确信号 所以要有一定的去改变 设计去设计成的 提醒了 其实用衣服的不太太 其实我们可以帮助成的 这些企業而建设计成的 和独立的新的制装 它是一个指纪性的 而且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从最上的 中总统的商品和商品牌 而从这些成型的 提醒了 他们提醒了 卢盛相信如果政府看到再生服装的经济潜力 就可能会引发政策的转变推动可持续时尚的新投资 另外美国的企业Evernue他们也推崇再生服装 Evernue它是由弗林和斯塔内夫在2014年的时候创立的 Evernue是利用纺织废料升级回收高性能布料的技术以及制造公司 Evernue开发将百分之百的纺织废料转化Nusical莱塞尔纤维 不只可以替代并且优于目前纺织品市场像是棉纳 人造纤维素纤维尼龙和再生巨脂等等90%的材料 更可以回收多达五次 制造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去损害到品质或者是性能 Evernue会先与纺织品回收商还有品牌以及零售商一起合作 收集这些材料纺织废弃物会先被粉碎 液化纯化以及纺成Nusical沙线 Evernue也会回收弹性纤维以及混合材质的衣服 这让许多纤维混合变成像单纤维纺织品一样 那Evernue至今已经筹集了3100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9亿7千多万元建设工厂 那预计会生产的是1万7千吨Nusical 这个数字就等同每年从垃圾掩埋堂当中 抢救了大概是1万7千吨的棉花废料 更是相当于每年会减少排放至多到4万1千吨的二氧化碳 那同样数量的巨脂呢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排放7万9千吨的二氧化碳 但是Evernue则是可以节省大约8万到11万吨 而与同样数量的棉花生产相比 棉花生产会消耗3600万吨的水资源 Nusical的水量则是不到50万吨 那目前有15个品牌跟Evernue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合约 包含有Levice还有爱迪达 另外还有90个品牌 他们正在进行洽谈当中 弗林柱表示只要有15%到18的市场占有率 就可以影响到整个产业往更绿的路上前进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跟着英零看世界 我们下周见拜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